好,多謝 多謝 好,多謝 剛才兩位講完 現在就是 九味俗雕 剛才兩位講了很重要的一些觀察 我主要講一點 就是可能大家的接觸 那個層面 或者範圍會有不同 我等一下所講的東西 並不否定 剛才兩位所講的內容 只不過是說 從我們觀察的層面裡面來講 很可能 接觸的範圍也有另外一個 的觀察 這樣解的 我嘗試是從一些 近一點的來講 就是說 從立法府選舉 到最近這個 宣誓風波 接著 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所觀察到的一些 不同的民間的反應 這樣 從而去看 因為今天的題目裡面 有很多是講中國因素 所以我就嘗試 在剛才那段時間裡面 就看一看 究竟中國因素 怎樣影響著這個過程 以及現在我觀察到的 出現的一些結果 雖然這個未必是最終的結果 但這個結果 在眼前來講 大家都可以參考的 就是在整個選舉過程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北京用了很多種方法 來想辦法控制 跟著到後來這個選舉 這個宣誓風波出現之後 大家從各種跡象裡面 可以看到 背後也是有一種動員的力量 令到各種去指責 梁宗恆、游偉晶 那一個是變成了一個 有組織性的行動來的 出現這樣的結果 很直接很基本的一個原因 就是北京判斷現在這個形勢 它是需要用很大力的方法 來打壓本土意識 以至他們心目中認為有的 港獨行動的發展 而這個思維的出現 在2014年台灣出現了太陽花運動 跟著香港亦都有雨傘運動 他們的思維慢慢已經形成了 但是他們不察覺一件事 其實現在出現了很多 他們不想見到的情況 恰恰就是北京的封建思維 和它的錯誤判斷 再加上它跟著的錯誤的激發行為 而導致今天他們不想出現的結果 我很簡單舉個例 三年前2013年 我過台灣看選舉 跟各方面接觸 當時香港已經有人跟那邊說 今天香港明日台灣 說完這些事情之後 當時有人跟台灣媒介 跟台灣青年人 以及台灣政黨 說過他們的憂心 但是當時台灣 無論政界民間 是沒有反應的 他說你香港關過什麼事 所以這一個不是說 現在北京所說的台獨 港獨合流走在一起 其實在北京未出招之前 這些所謂合流是不存在的 這個基礎 往往很多時候 是北京所做的一些事情 是刺激了這些現象的出現 譬如台獨 我們長期去觀察台灣 台灣的民意調查 無論是國民黨 民進黨 以至民間 以至學術機構的調查 絕大多數都顯示了 台灣支持台獨的人 大概是百分之十幾 支持統一的人 中間大多數七八成是維持現狀的 誰知道江澤民後來去推動 通過了那個反分裂國家法 一推動了 台灣那方面支持台獨的人 是由百分之十鬆一點 一下跳到百分之二十 跟著不支持台獨 但是在反分裂國家法通過之後 變成都不反對台獨 那些大概有百分之十 即是說不反對台獨那些 已經變成百分之三十 這些最大的推動力在哪裏呢 就是北京 所以我2013年去那邊觀察 我覺得台灣老百姓真的不關心香港是怎樣的 到今年一月 我再過那邊看台灣總統選舉 而那時刻刻又發生周子瑜事件 大家都記得周子瑜被迫認錯 在那一刻我接觸台灣很多人 尤其是台灣年青人 我就感覺到他們忽然間覺得 今天香港明日台灣 這句說話對於他們來說是非常有意義 對呀 跟著台灣有些朋友有些年青人 他更加在這兩句說話裏面提升了 他加了四個字下去 就是警惕今日香港 避免明日台灣 這個是很實在出現了的一個 完全是逆向的發展 所以到今時今日 現在出現了這個宣誓風波等等的時候 其實總體在這個問題上 北京的擔心 他經常擔心什麼台獨和港獨 或者台灣和香港青年那種合流 越是擔心 他就越是行動錯誤 越是要斬 台灣有些青年人過來又不能進去 結果香港那些就過去 香港那些過去他是阻不去的 然後過去你又不可以不讓人回來 這一類的行為 就令到他們更加覺得要抓準機會 現在他們就抓了一個宣誓風波 跟著牽起一系列的民族大義 抓住一點 這個是他們慣用的手法 以點蓋面 正因為這樣的時候 大家觀察 我們從旁觀察 我覺得也都是 很多一般民族的反應 除了建制派組織出來的 他們親身感受到的 好像想殺了他們那種 那種怒氣 但是我們從旁觀察 我就說凡有組織活動的時候 那些殺氣就會出現 沒有了組織活動 當他們的建制派組織群體 又分散了的時候 他們這些所謂殺氣又沒有了 這個就是共產黨的動員文化 所以就我們 我從旁觀察 我就說 當他們借著宣誓風波 跟著牽起一連串的口珠筆伐 因為是一個組織行動的時候 他們剛才兩位所感受的東西 是很真切的 真確的 不過當後來梁振英要向法院申請 緊急的司法覆蓋 跟著又到建制派搞留會 一到那個階段就沒有觀察 我就覺得民意的鐘擺 又開始擺動 當宣誓風波被官方聚焦 在你們數點忙了 在這點來講 我覺得中間老百姓 都是傾向了指責他們 這一個並不等於指責他們 是等於支持官方的理念 而是很樸素的一個傳統思維 但這種思維是否經常性 被官方提升到一個民族大義 然後永遠去指責呢 我覺得又不是的 而反過來當變制派做錯兩件事 即是梁振英的司法覆蓋 和變制搞留會等等的時候 我覺得民意的鐘擺 反過來又擺到另一邊 大家就說 即使他們講宣誓內容 大家會有一種反感 不過大家也很清楚看了官方 從北京到港府到建制派 他們是借誓而誓的 什麼叫借誓而誓呢 就是借他們的宣誓 然後放開把口然後誓你一口 是借誓或者借誓而誓起一口 他們這些政治動機 大家完全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大家對他們的指責 我所接觸的又會覺得少了 所以我慢慢慢慢覺得很吊詭一件事 就是說我不是說動機錯或者怎樣 我只是觀察 有種吊詭的現象就是 他們在選舉的過程裏面有所堅持 接著卡在這個位置 沒得選舉 令到大會開不了 這個做法 客觀客觀其中一點 我只是講其中一點 未必是主流 其中一點就是他們這個行動 是間接救了梁君彥的 大家看看間接救了他 他就說他那個護照 那個放棄的過程 朱凱迪走了去英國 去找多些細節 朱凱迪確認他有英國護照 所以就是說 如果從那個 因為這個是沒有策略的 因為大家沒有辦法 有一個共同策略出來 所以從這個客觀效果 梁君彥都幾多謝 但是憲制派那些一搞流會 變了又間接減低了民間對他們的指責 所以這裏就說明一個問題 就是政治有時所謂贏還是輸 有時不一定是自己那方面做對了多少 而很多時候是會看對手那方面做錯了多少 所以從這一點來講 我覺得其實現在北京 它是不計成本 不計政治成本 它實際上是破壞香港三權分立 而它已經借勢去打破三權分立 不給你 它也都現在是不計後果的 所以現在的結是在官房裡 我假設如果有一次機會約他們再宣誓 我不知道結果如何假如 如果他們是按照正常 又不是說什麼以前錯 按照正常宣誓 現在問題是說北京它有沒有一個死命令 要香港建制派從官方到立法會到建制派 想盡辦法不給他們宣誓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即使他們願意正經宣誓 這個結都解不開 這個結就去了北京那裏 是它綁著結在那裏 如果是這樣來講 就會出現其他大家都不想見到的情況 這裏我多些嘗試講大陸因素 從剛才講到的近期這些現象 我們觀察到稍為遠一點大陸那方面 是最近大家看六中全會 六中全會講完了 跟著兩大重點 所以冠冠堂皇講的就是從嚴治黨 繼續反貪婦 另一個就是要形成習近平的核心地位 現在後者還蓋過了前者 前者是猛大吹大雷 但結果他拿不到任何措施出來 是吧 所以從六中全會裏面 我們只會看到 習近平進一步是責決 我去總結六中全會 我就會這樣 我從他提出的反貪婦 他再提出全面從嚴治黨 整個六中全會開完跟著他公佈之後 我初時的感覺 他未公佈之前 我的預計就是 我不會在六中全會裏面 看不到有甚麼希望 即是在六中全會 我真的看不出有甚麼希望 這是他開會之前 我的預計 他公佈了那個結果之後 我的結論就不是說 我在六中全會看不出希望 看不到希望 而我的結論就是 我透過六中全會裏面 我是看到沒有希望 爭小小的 之前我說沒有希望 即是沒有看到有甚麼希望 從嚴治黨 即是要反貪腐 不需要有太大希望 但現在我只是覺得是 透過之後我覺得是沒有希望 為甚麼 大家可以看看 講反貪腐裏面的很多具體措施 現在的具體措施要從嚴治黨 怎樣?交黨費 你不交黨費 你證明你對黨無歸屬 這些叫從嚴治黨 跟著他說現在檢察院反貪局 檢察院是國家系統 他說你做不到事 現在有傾向將反貪局 歸回去中紀委 即是黨的系統 我就說 你現在檢察院雖然好像國家系統 但裏面有中國共產黨黨組 所以全部都是你自己的控制範圍 現在你就說國家系統裏面那些做得不好 又將權集中在黨中紀委 這個究竟是集權過程、弄權過程 還是你改革過程呢?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看到的 就是過去提過很多財產申報制度 甚麼都沒有 跟著又說設立行政法院 那時候講過十幾年前 到現在呢?又是沒有財產申報 所以我已經覺得 不要再寄望甚麼靠黨內自己的自我完善 而可以搞好這個反貪腐的問題 因為中國在這次習近平成為核心這個過程 我更加有個擔心 就是他是四年 上台四年 他已經是將自己封為核心 江澤民上台很久才可以叫核心 因為鄧小平坐在那裡 他不敢叫自己核心 而現在習近平為甚麼四年就叫核心呢? 不是因為他有甚麼事做得好 第一他沒有戰功 也沒有甚麼真正經濟 所謂令到中國中興 我看不到 於是他現在只要盡快將自己成為核心 將所有的權力集中 他除了黨政軍之外 其實也有十個內部小組 深小組 他是做組長的 他只有透過這樣不斷去令到他成為核心的權力集中 他才可以去駕馭未來對他權力的挑戰 而不是說他權力集中之後 然後用一個強勢的領導去推動改革 這一點就變成了手段是一致 但目標是不一致的 這裏令到我越來越感覺到 中國的問題其實是一男子問題 香港的問題又是一男子問題 某些機構又是一男子問題 暫時不是一女子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到看回香港 現在局勢 我過去我都很努力 能夠盡量找到共同點 然後盡量令到大家 不要去到脫皮脫骨那個地步 現在我的觀察在香港問題 裡面來說我覺得碰撞是難以避免 這些只有繼續碰撞下去 因為現在出現的情況 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 現在出現的情況就是一種封建管治思維 和現代化社會政治訴求的一個碰撞 國內它現在的管治模式 管治思維仍然停留在一個封建王朝的意識 它對一國兩制的耐性其實已經是越來越少 所以如果習近平到時集權之後 核心地位成立了 到時它2022年會不會下台呢 現在都不知道 最低限度2022之前 它不下台呢 它對香港的政策就會繼續硬下去 所以現在香港其實是面對一個 不是大家有沒有選擇的問題 而是說是香港人面對一個很偉大的使命 就是怎樣維持香港 我們大家認同那種核心價值 這個都不是說可不可以影響國內的問題 現在的浪是很大的 我跟進港沒有問題 那麼多年呢 我都沒有今天那麼擔心過 到明年 明年是2017年 如果我沒有預算錯誤 很可能明年又有一個浪潮出現 就是1967年左派暴動 明年是50周年 有些人開始想著希望翻案 一翻案的時候裡面來講 就會借勢推動現在建制或者官方那種的政治價值 如果是這樣 明年又是另外一次的 無論是宣傳或者是政治上的碰觸 所以怎樣去處理呢 我現在沒有結論的 這個只能夠是提了問題出來之後 讓大家去共同思考 多謝